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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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現場的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台灣玉劇團的團員李品輩 非常歡迎各位朋友 今天來參與東方戲曲《燒龍》講座系列的第五場 王海玲上花轎 玉劇皇后的邦子戀曲 其實玉劇它是源自中國河南的一個戲曲的劇種 由於它的伴奏型態的特色 所以又叫做邦子戲 那在我們今天講座的一開始 首先就要先來邀請 我們台灣玉劇團的藝術總監 林信惠林總監 來為我們以言 掌聲歡迎總監 謝謝 各位觀眾謝謝主持人 各位觀眾很謝謝大家在假期的時間 然後犧牲了兩個半小時 平常花了五百元坐到這個地方來 各位不曉得在座 有多少人是看過玉劇的 可以先小小的舉個手嗎 從非常之多 電視 好 現場看過的有多少 電視或者光碟 非現場看過的有多少 好 請放下 也就是說大致上來講 大家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都是玉劇的至少是 不敢說戲 但至少並不是陌生的 陌生的觀眾這樣子 好 那為了服務一些少數 都沒有舉到手的觀眾 我還是稍微講一點點 玉劇的一些相關的小嘗試 那可能很多在座的老先生和嗨臺們 可能都比我知道的太多太多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 我自己本身是做金劇起來的 對 那不知道為什麼 會被抓到玉劇團來 好 那個就不管他 那玉劇他其實 剛剛那個平貝已經提到了 他是源自於中國河南的 這樣子一個劇種 那各位可能會注意到說 我們在上面剛剛那個 最大的標題 事實上是玉劇皇后的邦子戀曲 就是說邦子是這個 聲槍系統的總稱 那原先玉劇是叫河南邦子 那玉劇這個名稱是後來才定下來的 那邦子這個系統呢 大致就是 邦子是一個樂器的名稱 那他是以樂器來命這個劇種的名字 那這個聲槍系統 他有很強的結合的能力 就是如果以人來比喻的話 邦子他是一個很會繁殖的一個媽媽 就是他會很會生 生殖的能力很強 他流傳到不同的地方 就會跟當地結合成 當地的特殊的邦子 流傳到河南就叫河南邦子 流傳到河北就叫河北邦子 到山西陝西 然後各個縣市 就是蒲州 銅州 上黨都有不同的地方的邦子 那這麼多不同系統的邦子 他們共同的特色 一定會使用那塊邦子 作為一個主要的樂器 那河南邦子到了1950年代左右 在對愛那邊被稱為玉劇 就是應該說到50年代的時候 被定人玉劇這個名稱 那後來在49年的 應該說在前年49年的時候 跟隨軍隊來到了台灣 事實上各位知道說 戲曲在早期 交通不方便的時候 要流傳最主要的三個管道 一個是商人 一個是軍隊 一個是溫人 就是考科舉考試的那些人 要流傳來流傳去 那玉劇來到台灣 其實是一個歷史上的一個因素 那如果各位看過台灣玉劇團的演出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玉劇團的前身 然後很輾轉地來到了台灣 大概60多年了這樣子 好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玉劇的來源 然後也知道它的一些特色的話 我們來稍微比較一下玉劇跟不同 跟其他劇種的不同之處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系列的講座 第一場是金劇 然後接下來兩場 它是鴿子戲 然後上個禮拜應該是黃梅 然後這一場之後 再下來又有鴿子又有坤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劇種這樣子 那大致來講 我們在台灣最容易接觸到 或最容易看到的劇種 應該是金 坤 鴿子 然後有些少數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客家戲 然後再來玉劇音樂一直在高雄左影 所以它到中部或到北部演出的機率比較低 所以剛剛有這麼多觀眾 對不起 我在學校教書教習慣都會講同學 這樣子 有這麼多人舉手說 他看過不管是現場或者是非現場 我真的非常驚訝 沒有想到台中有這樣子多的玉劇的人 這玉劇的觀眾會集合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起來跟羅漢林老師 分享他的一小段人生這樣子 好 那大家都知道 剛剛講過玉劇了 那金跟坤這幾個我們比較熟悉的劇種 還有鴿子這個我們大家親切的劇種 跟玉劇到底有什麼樣不同的特色 大致來講在戲劇發展史上 金跟坤是兩個比較特殊的劇種 那坤曲比較早 它在明代的時候就出來了 那它在形成的過程當中 它應該是所有地方的這些聲腔當中 唯一經過大規模文人去調整過的一個聲音的系統 所以後來形成的坤曲 它特別是符合古代知識分子的品味 它特別細質 特別優雅 特別內斂這樣 那金劇的話呢 就是比方說今天晚上在歌劇院會有演出的金劇 金劇的話它是受過皇宮貴族的喜好 他那時候清朝最重要的一個支持者 應該是慈禧太后人的 所以它是比較大氣 比較堂皇的 那不管知識分子或者皇宮貴族 其實都很緊 然後都很講究應對進退 很講究什麼事情不要講得太直接 委婉地講就好 那經過這樣的訓練的劇種 也會比較內斂一點 那除了這兩個劇種之外 幾乎其他所有的劇種 不管我們熟悉的歌子戲 或是各位喜歡的玉劇 或是其他各式各樣的地方戲 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就是它的庶民性很強烈 很活潑 它可能沒有金劇或者昆曲 那麼規矩 那麼講究種種種種 仔細的意見 可是它在貼近人民的生活 或是表達人類真實的那種 比較強大 比較束縛的生命力這個部分 是可能比這兩個劇種要更直接一點 那這麼多不同的地方戲當中 大家又有先後的差距 又有就是形成的早晚的差距 比方說歌子戲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年輕的劇種 所以它那個活潑度就更大 玉劇的話呢 它的歷史比較稍微再長一點 所以它已經慢慢的進入到 比較規範的那個狀態 那以風格來講的話 玉劇剛好在金劇跟歌子戲 當中間的這個地方 它不會像金劇那麼的嚴謹 那麼的嚴肅 可是又不會像歌仔戲那樣子的即興 過度的流動 所以如果你要從負面來講 它比金劇寬鬆 就是比金劇彈性一點 然後比歌仔戲又嚴肅一點 可是你從正面來講的話 它比金劇更富有強大的聲音 就是它那個活力直接影響觀眾 然後那種哭可以大哭 笑可以大笑 然後生氣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可以一腳就去踹她的情人 可是這個在金或者昆的舞台上 你很難看到 女豬腳發脾氣的時候 就開始罵一些很誇張的話 然後一雙大腳就直接揣出來的這樣的事情 那這是不同的特色 那相對於歌仔戲來講的話 玉劇又沒有歌仔戲那樣子 即興的意味那麼強 那它身上的尋念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段大概十五分鐘的示範 各位會看到玉劇的演員 雖然是活潑 但是它在活潑當中有它一定的法度存在 所以它剛好是在中間的那個部位 這個是大概玉劇方面的一些特質 其實這個部分應該大家看了那麼多 應該都比較熟悉 我今天在這邊重新講一遍 稍微再幫大家複習一下夏兒 那接下來就是要稍微講一點點 那個台花教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每一次大家提到玉劇 總是會想到香囊祭或者台花教這樣子的一個段落 因為在玉劇形成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很重要的劇目 就是在形成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很重要的演出的內容被大家所喜歡 其中香囊祭或者 這個演出的叫台花教這樣子的一個段落 正好是玉劇形成的過程當中最重要 或者最早被人家熟知的一個表演段落 那這個台花教各位應該都知道 就是說它其實是有做教的人 主要是一個新娘子或者一個女孩子 然後跟四個教父彼此心的搭配 對不對 舞台上什麼都沒有 可是跟著他們的身段 跟著他們的語言 跟著他們的眼神 種種的作表 觀眾會覺得那個教子好像又上坡又下坡 然後你幾乎就是看到真實的那個做教子的狀態在你的眼前 那這樣子的表演當然不只是玉劇有 可是在戲曲的發展歷史上 剛好就是玉劇第一個 人家說最早 他把做教的這樣子一個段落 發揮到靈靈靈 所以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其實各個劇種彼此之間是會互相觀摩 會互相學習 會互相交流的 那這樣子台花教的段落 也會影響到其他劇種的表演 比方說各位如果有人有機會 因為這幾年在台灣看到比較多的 比較有機會看到的不同劇種的台教子 比方說像京劇的《春草闖堂》 如果有人看到那樣子的公式應該演播過 現場也演過 那他中間也就有一段丫頭 然後做那個知府大人的教子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以發展的歷史來講 你就知道說其實做教 預計的做教子這樣的一個段落 是會不會外去擴散去影響其他的劇種的 那影響玉劇本身自己的呢 在《香長期》這個戲 六七十年前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戲之後 六七十年一直往下演 這個做教的段落有沒有影響 玉劇本身其他的創作 其實也是有 那像台灣玉劇團 因為這十幾年來一直都會 跟現代劇場的導演合作 那我們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雖然我們請來的現代劇場的導演 他對戲曲或對玉劇沒有那麼熟悉 但他們要跟我們合作之前一定會去做功課 然後一定會去覺得這個劇場的特質是什麼 然後他會去設法在古典跟現代之間去做調和 那不管是之前的跟電影導演林鄭盛合作的美人間 或者是我們剛剛才演完的 跟劉首耀導演合作的 今年的年度大戲《飛馬行》 這兩位導演他們都很有趣 就是他們都會把《抬轎子》這件事情 放進他們自己的心系的創作裡面 也就是說不管是對現代劇場來講 或是對戲曲界的其他劇種來講 《抬花轎》這件事情 《抬花轎》這樣子的表演 已經成為玉劇的一個非常明顯的標誌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王老師問我們好好地說一說 他這幾十年來就是表演這個 《抬花轎》或《抬花轎》這個事情 跟他之間的一些關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董姐 好 謝謝 是的 剛才總監有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個玉劇跟其他劇種的一些差異性 那其實呢 在現在 很多人都可以隨口唱上一段 這個寡意的新騎白馬 對不對 但其實呢 在台灣大概六七零年代那時候 其實很多台灣人都可以隨口唱上一段 玉劇的劉大哥講話 那其實在當初呢 帶起這一股在台灣的邦極旋風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玉劇皇后王海玲老師 那接下來 要請大家愿愿樂麗的掌聲 歡迎王老師 好 既然今天台上擺了沙發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不要太拘束了 但是因為老師非常的盛裝打扮 所以我們也跟著拘束了起來 對不對 好的 其實呢 我剛才有說到 王海玲老師呢 玉劇皇后 其實玉劇皇后這個稱號 33歲 就當起皇后座上大位 所以王老師 是啊 這個是在我們河南 就是台灣的河南同鄉會 那麼他們那時候覺得說 啊 我在台灣為玉劇 做了這麼多事情 那麼也一直在不斷的鑽研 而在努力中 所以呢 就特別給我真正正式的加冕 所以我不是光說一說 戴皇冠 還有權杖 所以這個皇冠跟權杖 現在還在我們的團食館 如果大家什麼時候有空 可以到我們團裡去玩的話 你就會看到 我的權杖跟我的皇冠 還在那裡 是 那我知道王海玲老師 他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做巴黎神童 所以這個故事要從王老師 八歲的時候開始講了 是 我想這個邦子情緣吧 就是我跟玉劇 河南邦子 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 就是玉劇是我們的官稱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俗名 叫做河南邦子 在老一輩的觀眾朋友呢 你講玉劇他可能不太懂 你說河南邦子 我知道我知道 他就知道是在講我們 我可以說是為了玉劇 為了河南邦子而生 我們台灣玉劇團是民國四十二年成立 我是四十一年次的 好像把我的年紀都曝露了 所以那時候我才八歲 那麼到現在大家算一算 已經要得久了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五台一波 應該已經五十六年了 所以之前李國修大師曾說過一句話 就是一個人只要做好一件事 就算功德圓滿 那麼我覺得我也挺像他說的這個故事 那我就是從八歲就到劇團來 那麼接下來是不是要跟大家再來報告一下 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八歲就學習做科 就從最基本功練起 你看這個圖片呢 就是我在八歲左右的時候 你看看那個長板凳的沒有 是古早的 現在都沒有這種 現在也有出來 就是比較懷骨的 這個凳子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練功 你看我就站在上頭 把腿搬到頭頂上 這個功叫做什麼呢 叫做朝天凳 一定要有右功的從小學習 才能夠練成這個功夫 你看 為什麼要叫我們站在板凳上呢 就是讓你小心 因為你一摔下來就會很疼啊 在陸地上你沒什麼感覺 一臨空了就很緊張 嘴角抓得更穩 腳腳抓得更穩 那左邊的是我的老師 那再看這邊這個照片呢 就是等到練長了以後 這齣戲是我十三歲 就演的一齣戲叫《楊金花》 他女扮男裝去校場讀印 這就是顯示他的武功高強 那麼作為一個演員呢 就是為什麼要練基本功這些 就是你練的你學的越多 你的招式越多 你才可以駕馭這個角色 而且呢觀眾買票 他也喜歡看 就是這個功夫比較好的 要不然同樣的價錢 一般的這個演員 他就演不來這些 他如果沒有練的話 他就可能就少了這一招 這個朝天凳 他不就虧了嗎 所以他把他名樂 花同樣的錢 他就看武藝高強的 這個可以有更多的表演的這個演員 所以我們要練很多很多的功夫 好 那在這裡想要問一下老師 但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踏入玉綠這個世界呢 唉 就是從小啊 簡單的說就是拜讀書 然後呢 很皮 我小的時候 喜歡跟男孩子一起玩 我很不喜歡跟女生一起玩 為什麼呢 女生都搞小圈圈 一天吵架 我不理你 還不給你玩 唉 就哭了 那我就喜歡跟男生一起 因為男生啊 膽子大 去盪鞦韆啊 比賽看誰盪得高 然後啊 這個 越刺激了 越覺得高難度的這些動作 或是這些遊戲 我都喜歡跟他們一起玩 所以老師從小就喜歡挑戰不可能 對 以前我們那個住在眷村啊 有那個圍牆啊 脫屁的圍牆 然後呢 也不是很高啦 他們一忍高 我們就上去去比賽 看誰走得遠 走得久 走不好就摔下來了 但是 唉 就跟人家挑戰 那 從小呢 喜歡研究那個洋娃娃啊 以前我們 我媽媽的 她們用我去讀生意 待會跟大家講 我這個鬧革命 那個家庭革命 才來學習的 那 在那個時代 你想想看 以前洋娃娃都不會動的 也不會說話的 那 那個時候她給我買的洋娃 所以眼睛會這樣 一睜一睜 好像要倒下來還是閉著眼睛 一起來也睜開眼睛 喔 那就 很稀罕的 然後那個嘴也很貴 然後有了照顧 啊 我就叫了聲 我媽媽 然後呢 我就開始研究她 為什麼她眼睛會動呢 別的都不會動呢 就把她打些八塊 把她眼珠也抠出來了 研究啊 為什麼她會動啊 好 等到再動 我就動了 眼睛 然後 確實從小就是好奇 然後很愛玩 那個時候喜歡看歌仔戲 我就說我最曉得 其實我那個時候 沒有電視 電影也很少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看廟牌啊 演歌仔戲 仇神的 哎呀 看著那個身上穿的那個晶晶亮亮的 我看到好喜歡啊 好幸運 我說什麼時候我也可以 穿著這種衣服表演 然後回家就 偷擦媽媽的口紅啊 然後把床單啊 呸起來 在那裡就學唱 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當我劇團 招生 那我又不愛讀書 這個 我經常我的課本 我讀到二年級 二年級上 就愛學習 那時候有寒假作業 什麼暑假作業 前兩篇還都寫的 後頭都是空白的 就沒寫的 光玩了 等到要敲作業的時候 等我爸一看 啊怎麼都是空白的 就是一頓大 所以剛好那個時候劇團在招生 在招生 那我是 很多人以為我是從大陸來的 其實不是 我是台灣土生土長 我就是 台灣人 台灣人 我是作業 作業 作業 對 但是你看我現在台語都不會說 小的時候我國語都說得不太好 熬得跟台灣小朋友一起玩啊 然後後來剛好我們就在左營 左營是海軍的 我父親是海軍的 這個士官長 那麼劇團也在左營 所以那個時候在招生的時候呢 剛好劇團有一位叔叔跟我父親他們都經常喝酒啊 然後又看到我經常挨罵挨打 功課都教不出來 又看到我皮得要死 他說這個小孩 他不適合讀書 他適合學系 學系的小孩就這樣 膽子大 又跳 閒不住人 我就很有這種特質 所以說 乾脆 讓他學系好了 我一聽說學系 那是不是就不用讀書了 我就好開心 因為我讀生女人 但是媽媽非常疼我 你看我在那個時代 我才八歲還不到 我就學了芭蕾舞啊 我跳了八個多月的芭蕾啊 就因為我媽媽很喜歡我 你看我小時候 我就這個 除了讀書之外 那演戲那時候還沒有 就學那個芭蕾舞 我都已經被穿舞鞋了耶 我自己一個人敢坐車到高雄去 去學習 那時候後來我媽媽跟我講 我才知道 那都已經會穿舞鞋了 我說哎呀 自己一個人沒完半哪 我說那邊已經有小朋友了 卻一看 已經有二十幾個同學了 哇 去了以後 就再也不想回家 然後 那個時候是要簽約的 就說你要是半途而廢 你沒學完了 我們都是簽八年的約 你就要賠傻 當然媽媽說 因為老一輩都知道 學習很苦 要挨打的 所以 我又是獨生女啊 媽媽就一直不願意 我就鬧革命 我說我一定要去 我會把戲也很好 那媽媽說 你不要去了三天新鮮喔 我們要賠償囉 我說沒關係 我會一直堅持到底 然後我就記得媽媽說了一句話 就說 你要去學習 你就要站在舞台當中間 你要演主角 你不能一直跑龍套喔 沒出息喔 我就記得媽媽這句話 而且不能三天你就回家了 好 我就因為我自己要學的 就因為這樣一個信念 我還帶著我的芭蕾舞鞋 到團裡來 然後後來我就當小老師啊 因為那個芭蕾的基本功 也都差不多 也叫浩腿啊 劈腿啊這些 所以我又愛學 反應很快 所以老師呢 就先把我當小老師 先教會我 我會了以後再教其他的同學 這樣子 然後自己學了 如果老師教我 我還沒有學會 我就會跟自己生悶氣 看別的同學 老師在教他的時候 其他的同學就教很累 或者就蹲在那裡 要不就睡著了 我的眼睛瞪了大大 我就看 是不是老師偏心 沒有教好我 只教別人 把他偷學回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學的東西 是 那剛才我說到老師呢 八歲的時候就有這個 巴黎神童的美稱 那其實我剛剛在一開場的時候 也跟我們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 提到說 其實在早期台灣 人人都會唱上一口這個 劉大哥講話李泰篇 那其實我知道呢 不管是這個 我們剛才有講到的相當劑的部分 還有這個環環的部分 其實這兩齣戲 對王老師來說 都是在人生當中 是一個轉類點的一齣戲 是 那我們學習以後呢 我一開始 因為這個 我非常專心 又有底子 又有八雷五的功底 所以我一開始 我是學五代 哦 身段要好 對 然後膽子大 我有個外號 叫做王大膽 別人不敢做的動作什麼的 我敢 挑戰不可能 挑戰不可能 挑戰自己 自己挑戰不成就要生氣 所以我一開始是唱五代 那當然也是我們的老師 張秀妍 張老師 她就是在培養我們 因為她是覺得說 老一輩的 玉劇的演員 都是比較注重唱功 身段啊 或者武功啊 翻跟頭什麼這些啊 都不太注重 所以呢 她希望我們這一代的 學生們 能夠多學一些東西 所以請了很多 這個金句的老師 來教我們 所以我從小 就從拿頂啊 基本功 就毯子功啊 翻跟頭啊 我們都比賽的 你翻五個小翻 我會翻六個七個 我要贏過你 就互相這樣變 你知道 那所以呢 我就從武器開始 然後呢 老師就說 讓我們前半段 就在開演之前 有三十分鐘 或者二十分鐘的 這種小戲 什麼搖錢樹啦 稻仙草啦 這些就是金句的 他們的這些小戲 就一直過來 就讓我們上台演 一方面呢 也是磨練我們 這個 有舞台的一個經驗 這樣子 那 剛剛講到花木蘭 花木蘭這齣戲呢 我那時候是十四歲 也是我在生病中 在戲曲的舞台當中 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之前我剛講 我們都是演小戲 三十分鐘二十分鐘 要不然呢 就是陪老師演一些小的角色 那沒有演過說 從頭到尾的一個大戲 那這個 花木蘭呢 就是剛好是在我們在 這個國防部 我們之前是在軍中嘛 那每一年的 差不多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先總統講公 誕成 就是那個時候都只有軍中 所有的義工隊 金句隊 叫國句 還有玉句 他們三軍 競賽 金象獎 什麼的 在這個時候競賽 那我們就是表演 因為我們沒有競賽的對象 這個成績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演不好 你可能這個劇團 明年就不在了 它的重要性是這樣子 那剛好那個時候 快要演出了 結果張老師 沒辦法參加演出 全團都緊張了 因為這個任務要達成不了 可能就要解編了 所以非常緊張 那個時候隊長就問我 把我找的根據 我還印象非常深刻 就說馬上要有這樣一個 要讓我演慌然 這一齣戲 但是時間很短 差不多不到兩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 就要演出了 你敢不敢演 我就看著 隊長 我考慮了三秒鐘 我心裡 心裡的OS 天哪 終於讓我等到機會了 哎呀 我怎麼能放棄呢 我說我敢 三秒鐘之後我就說 我敢 我敢接這個任務 從那一天開始 全團上下 就為我一個人 就拍這齣戲 就針對花木蘭 以往我們都還要練早工啊 武功啊 還有一般的訓練 那個時候開始就不練 完全就針對這齣戲 就好像我們看武俠小說啊 不是哪一個高人 要是把這個武藝 要灌輸給這個某一個人的話 就全部 全部的精神就灌注在那裡 渡個五十年的一百年的公園 對 完全灌注在那裡 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從早上醒來 張開眼 就是練練練 結果 等到演出那天 我就 不但任務達成 而且是一名驚人 有沒有點掌聲 謝謝 謝謝 因為 剛剛講80神堂 我八歲就開始演出 雖然是小的角色 可是已經引人注目了 很多觀眾就一看我 哎呀 這個小孩真厲害啊 我小的時候眼睛比現在還大 兩個大大的眼睛 咕溜咕溜的轉 因為我叫王大膽 你知道 上了台別人的緊張 我就說 哇 可該我表現了 我就說 聲音也很大 敢唱 敢念 所以觀眾緣非常好 每一個觀眾看完了以後 哎呀 真棒啊 然後就說 你要不要敢唱金句啊 哎呀 你這麼好材料 學地方戲 因為預計是地方戲 太可惜了 你要改行 改金句 我說為什麼 我好不容易演戲了 不對 那什麼戲 還是要你唱得好才行啊 你唱不好 你唱什麼戲一樣 都是 薯辣 薯辣 老師是想要講薯辣嗎 薯辣 老師你台語不是很標準 給他一點掌聲好不好 很難得講台語的 你愛謝呢 其實我剛剛還沒網路來講 我小時候不是都不太會講國語嗎 後來學習以後 老師規定完 都要講 不但講國語 要講河南話 你知道 因為我們學的是玉句 玉句是河南幫子 所以 你要字正腔圓 必須要把這個字先吐正確 所以規定我們講河南話 如果說發現我們不講河南話 下午就要看到他 他聽到了 棍子打上去了 所以是 好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只學河南話 還好我們同學之間 還偷偷的講國語 要不然我現在跟大家講話 就是用河南話說 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 王海老師 你的人生當中 所扮演的第一個角色是什麼 我前兩天才說 就是香囊記 就是待會兒也為大家來 表演的台花叫 香囊記這出現 對我來說也是很特殊 因為 我想八歲學習 我們一開始跑龍套 龍套上下手 神仙老虎狗 什麼都得來 所以 龍套就只有兩個字 台詞 就兩句話 眾將官 誘 贏敵者 啊 只有兩個字 多一句都不讓你說 所以啊 香囊記 誒 是有角色 我是演媚婆 是這個戲裡面 很小的一個角色 但是對我來說 哇 那是有台詞的 不但有說的 還有唱的 誒 我到現在還記住 我一上台唸的那四句 媚婆媚婆 為了持核 不為持核 誰打 媚婆 哇 波林何仙 印象非常深刻 是 那剛才呢 老師剛才有這個 示範到這個 媚婆的角色 然後還有提到老師其實 原先是學舞誕出身的 但其實大家如果有再關注 我們台灣VG團的朋友 可以發現 其實在這幾年 王海玲老師的戲路 非常非常的廣 演什麼像什麼 這個行蕩的轉換 人家說 隔行如隔山 老師隔的這個行蕩 可是比這個 一座山可能都還到達不了 像前幾年老師演過老生 然後呢 老師這個行蕩的轉換 可以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來分享一下 就是 也是從我們生長的背景來說 因為張老師 他是覺得 我們要學武功啊 武器啊 另外就是 因為在台灣 預計的資源非常少 那演員也少 所以老師訓練我們 就希望我們一個人 可以當兩個 當三個 你像金句或者 他們的訓練方式 它是專一的 你學花旦 你這一輩子都唱花旦 學輕衣 一直就是唱輕衣 這行蕩是不能變的 其實 後來我也才知道 他對這種要求也有他的道理 因為你學輕衣的 如果你去唱彩蛋 或者唱花旦 因為他表演完全是不同的 一個是很近 很文雅 很溫柔婉約的 一個是要很活潑的 很外向 外放的 其實我們團裡就有一個演員 他就是 他原來唱花旦 你看花旦跟彩蛋 其實離得已經不是很遠了 但是他唱完彩蛋之後 他回來唱花旦 就是三八七七 這個樣子 就回不來了 就收不回來了 所以因為訓練一個演員 非常容易 他就很怕傷害到 就毀掉 因為在我們小的時候 訓練的時候 心性還沒定 你還掌握不住那個方向 所以這個老師要注重 但是我們預計來說呢 因為資源少 演員少 所以老師呢希望我們就是 多演 多學一些東西 多狡化經營 對 我覺得我一個人 你也可以演花旦 你可以演舞旦 你可以演老旦 你像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也唱老旦 我也唱花臉 我連花臉都唱歌 是嗎 是真的嗎 這一個部分我們沒有Re過 我知道的老師 一般人家說跨航彈 可能都是蛋腳 或是生腳 老師從蛋腳跨到生腳 好像跨有點遠 其實蛋腳跨生腳 跨生行就小生 五生還好 花臉就有點遠了 那因為刀馬蛋 你像荒馬蘭 就拿荒馬蘭這齣戲來說 他會有女扮男裝啊 所以他就會跨到生行來 所以對我來說的話 就是蛋行跨到生行還好 就是跨到小丑 小丑跟花臉 就要更花一份心思這樣 是 那老師從開始演戲到現在 你總共演了多少個角色 你記得嗎 數不太輕了 我要看看 好像有將近兩百個 那戲的話 好像一百五十多都戲 一百五十多都戲 其實呢 在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趣聞 也是呢 我們沒有在這個 Round Down裡面的趣聞 可以讓老師喝個水 這個王老師呢 在我們劇團裡面 可是出了名的迷糊 他什麼都會忘記 比如說這個眼鏡也會忘記 什麼東西都會忘記 但是他就只有戲詞不會忘記 還有呢 唱的歌詞也都不會忘記 但是除了這兩件事情以外 其他的事情都會忘記 我跟妳講也多誇張吧 我覺得兩個女兒 可能有的朋友知道 我那老大 因為是第一胎嘛 生完了 然後差不多兩三歲 還沒有讀幼稚年的時候 我就要帶著她一起 因為媽媽年紀大了 我就帶著她一起上班 其實我也比較喜歡上班的時候 因為上班這個阿姨啊 那個叔叔啊 大家互相抱 這個抱一抱那個抱抱 我就很輕鬆了 我就不用抱孩子 然後我就可以去拍戲啊 結果後來下班了 我就走掉了 我就回家了 孩子呢 走到一半 我還有小孩喔 趕快要回去把孩子給帶著 所以就是不但是別的 眼睛來說的小事情 是是是 那其實呢 其實王老師呢 在剛才最開頭的時候有說到 他小時候是不喜歡念書 所以呢 才跑去學系 但是其實王老師現在 在今年又開始這個 念了這個研究所了 哎呀怎麼講這個事啊 我都不敢說 你們還是同學 沒有我們是同學 哈哈哈哈哈哈 是 所以呢我們在班上啊 如果像前一陣子我們就有同學 年輕的三四十幾歲的同學 然後忘記自己的學號 王老師就會轉過去說 哈哈你比我還要迷糊 哈哈哈哈 是的 就覺得這個王老師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真性情 非常可愛 天生明星的一個人 那其實相信剛才呢 我們的觀眾朋友對老師剛才解說到 了解到王老師這個 從事這個玉劇這個行業 從事玉劇這個表演藝術工作的歷程 那其實呢對於台灣玉劇團 或者是說玉劇在台灣的一個發展的歷程 是不是也可以請老師來幫我們好好的介紹一下 好 那剛剛是介紹我自己了 那現在就跟可能今天也有很多朋友 是第一次來接觸的我們台灣玉劇 那就跟大家看看 介紹一下這個表吧 這個圖 大家看看這個年代 這為什麼經常有人說 這個台灣會有玉劇呢 那就是一個時代的偶然 歷史的偶然 那就是1949年那個時候 國共戰爭 那我的老師 張秀雲張老師 他們說的就是隨著部隊 黃吉將軍 一起先到了越南 在那裡就等於被俘虜了 關了三年 在那裡就是來自各地方的 各省份的都有 那大家很枯燥無遙啊 哎 就來個冰也冰 所以就 沒事了 就來消遣吧 但是都 逃難了 還有帶什麼戲服了什麼的 所以呢 就大家就想辦法 在越南有那個椰子樹啊 那個椰子喝完了 不要把它丟掉 就用筷子 這樣咚咚咚 就當鼓了 就可以打鼓了 那大羅就用洗臉盆 洗臉盆就是大羅了 然後戲服怎麼辦呢 那個麵布袋啊 在軍中都有很多麵布袋 就把它洗乾淨以後 用畫筆 這個皇帝就畫一個龍袍 就這樣子 這樣子演出以後 大家都非常開心 後來到了台灣之後呢 那個時代也是因為各省份的都有 所以也都很想家 那時候就一些老兵嘛 很想家 就是為了落軍 讓他們消除了私鄉之旗 就在海軍陸戰隊 那時候成立了飛馬獄局隊 我們那時候的劇團的名字叫 飛馬獄局隊 那時候就到前線 到金門啊 到各地去落軍 我記得老師他們說 那些老兵們啊 就說還沒有開眼 一聽到那個弧琴 一拉 那個玉琴的那個音樂慢板 只要一拉出那聲音 觀眾的眼淚就掉出來了 所以 經常做落軍 那我是 我是土耳元來的 一下外 休息一起來 49年了 民國49年了 不是1949 那那個時候我們一去 就是到金門去老君 就是跟到老師們 我記得有個地方 那個時候還沒有燈 用什麼呢 用氣燈 有的是用那個煤油燈 那用氣燈就是非常多 可能年輕的觀眾朋友 都提問不出來什麼 就是那個時候 以老君為主 然後後來慢慢整個的時代改變 這個老兵退了 然後我們就從1996年 就有很多聲音就說 你軍中是管打仗的 你幹嘛演戲啊 就是應該是 年輕人呢 對戲曲啊 對藝術這方面 慢慢地就欣賞外來的文化 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傳統的戲曲 應該把它歸到教育部去 所以給學生們多推廣 所以我們在1996年就轉到了教育部 那麼名字就改了 因為國光有個金劇團 他們今天也在歌劇院演出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國光劇團底下一個 玉劇隊 在那個時候也是 差一點我們就面臨到裁邊了 那為什麼後來有發生什麼樣子的事件 才會讓我們就是可以一直流傳到現在 讓大家可以看到台灣語劇 那就是因為有我呀 那是 但是這個正好有一點誇張了 但是那個時候是有些聲音 就是學者的聲音說 就為了王某人就為他一個人 也要留一個劇團 乾脆讓他改成金劇就好了 有這樣的聲音 這樣子就出現了 那我們那個時候 當然是我們極力的爭取 其實我們在軍中 因為表現一直非常好 那軍中那些參謀 也在管藝文啊 管康樂的 這些長官們也很捨不得我們 因為我們的團隊精神最佳呀 我們的小兒美 小兒省 叫我們幹嘛 我們就幹嘛 我們從小就有危機意識 就是前線去落軍 如果其他的團隊說有任務或是什麼 只要有一點反對的聲音 好 一句對句 我們就去呀 我們都是以最小的成本 換取最大的價值 是 曾經有一句話是說 一齣戲救了一個劇種 那其實有點像說 這齣戲可以充分地表達出 這個劇種它的特色 可以讓大家看到它的價值 那其實呢 用這個 這句話其實也可以用來形容 王海寧老師 就是一個人救了一個劇種 那其實說的就是 王海寧老師之於台灣語句談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一句話 其實當然也要靠我們團隊了 所有的團員們 大家的努力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因為 玉劇在台灣有了傳承 有了我們這一代的演員 其實在49年那個時候 其他的地方戲曲很多 什麼廣東戲啦 還有哨星戲啦 樂劇啦 都有啊 還有蹦蹦戲 都有很多這個團隊 都有過來 但是就是他們其他的團 沒有傳承 沒有年輕的演員頂住 那這點我就是非常感謝 我們的張老師 非常有前瞻性的一個想法 因為他就招了我們這一批學生 後來也確實就是我們這一批學生 完全的把戲把它推展出去 是 那其實我們今天現場 也是有很多沒有欣賞過玉劇的觀眾朋友 那是不是請老師可以 跟我們大家來介紹一下 玉劇還有其他像是金劇 或甚至是像是這個歌劇 他的這個樂曲上的差別 剛才因為我們總經有介紹到 就是他們的體質的差別 但是有沒有比較實際一點的 可以跟我們大家來好好介紹 聲腔的部分啊 或者是說他們的各自的差異性 好 其實也有很多的朋友 或是學生啊 因為我們經常 我們到了教育部以後 我們就經常做校園的推廣 就很多同學就問說 老師啊 這個你說玉劇啦 金劇啦 各種戲曲 它怎麼樣來分辨 其實它們分辨不出來 其實好像都差不多了 確實是 我們的服裝來說的話 金劇啊 玉劇啊 昆曲啊 都差不多了 歌仔戲在服裝上面 他們有些重新設計 在老一輩 他們也是穿同樣的服裝 那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聲腔 聲腔來區分所有的戲 那麼就是你哪個地方戲 你就要用當地的語言 所以我們小的時候 老師一定要叫我們說河南話 玉劇是河南 所以就要用河南話來念來唱 那金劇呢 其實它是北京戲啊 那麼它就要用北京話 就北平話 就捲著舌頭來說來唱 那歌仔戲呢 也是一樣 就要用台語了 對不對 好 就因為聲腔的不同 而區分出來各種不同的劇種 而且另外就是它的主型也不一樣 你看 玉劇是用板弧 而且它還有一個 我剛剛看了一個圖 幫子 對不對 剛剛有看一個照片 就是講河南幫子 河南幫子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打擊樂 看到沒有 就是這個長相 它敲起來聲音 幫幫幫幫 很響 這個在以往 在生活上 我們是用得到的 有沒有哪位可以告訴我 它是做什麼用的 打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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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受傷了 很痛 這個有點粗 打小孩跟他亂打 蛤 暴金 對了 暴食 我們有那個小禮物 我們有小禮物 剛剛說 哪一位說那個暴金的 可以舉個手一下嗎 是 好 第二排的 第二排 是第二排 第一排 阿滴排 阿滴排 對 你看那個連續劇 古早的就是 等著天黑的時候 在那個小巷裡 就一個人 洞洞 晃晃 天干物燥 小心火燭 就是暴食 現在二斤天了 打兩下 現在就不用拿一抬手 就知道幾點鐘了 但是把它丟掉很可惜 就把它用在打擊 在表演的時候 那個感覺很振奮人心的 叫幫子 所以這個玉句是用板弧為主奏 那金句呢 就是用金弧 那昆曲呢 是用笛子 都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 再看看下一個圖 這個是玉句的 和音樂的表現的特色呢 就是 玉句它是屬於北方戲 它唱起來很高亢 很活潑 它的節奏也很快 它不是一個字啊 一半天阿半天的 所以這個非常高亢 唱起來很過癮 可以把劇中人物 它的各種性情 把它表現出來 好 那我們再看看 我就以剛剛我講的金句 歌仔戲 跟玉句 光講不同 可能在座的也聽到菩薩薩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就為大家來示範一下 就是說 啊 新的歌仔戲 我就用很破的歌仔戲 我想歌仔戲 大家都聽的也比較多了 那我就唱這個 也算是歌仔戲的國歌了 我心騎北北 我心騎北 走三關 改化所有 回中花 謝謝 謝謝您的包容 其實大家可以聽得出來 就是用比較真聲的部分來宣誓 我們應該有個圖表 就是說 這三個劇種呢 像歌仔戲 它就用真聲的部分來宣誓 它就用真聲的部分來宣誓 好 這樣子大家來看一下就更清楚了 你看它說的是地方的方言 當地的語言嘛 好 那個唱法呢 你看歌仔戲 我剛唱的是用真聲 我們又講本聲 那你像金 坤 包括玉句 玉句是等一下再說 那像金句的話 它就是用假聲 用小聲 在表演的特色上呢 大家就看一下 好 那麼我剛剛唱了歌仔戲 那麼接下來呢 我就用假聲 這個彈腳來唱一句 金句 讓大家馬上就可以區分出來 它的不同之處 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特别设计的 如果在其他地方要听王亥寅老师唱金句 唱歌仔细 没为行曲 刚才介绍到金句 还有歌仔细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呈现一段玉句经典的部分呢 刚才讲玉句它的表现方式 它也有真声 也有假声 所以难度更高 对 我个人觉得 因为你都是假声 你都在高音区 在那个位置去旋转 也好唱 真声就比较低一点 接近本声都在嗓子这边 那真假声呢 你就是一会儿高 一会儿又转下来 你从高音要转到低音的时候呢 转不好就劈车 劈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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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车嘛 劈车啦 这种批掉的意思 如果大家经常去唱歌 到卡拉OK 可能你们会遭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高音唱到高的位置在那 突然要掉下来 卡到了 这个预计就是要 从高音区旋转下 要补着痕迹地把它转过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也是难度比较高的 那我现在呢 就示范一段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听听看高音区跟低音区的区别 那我唱这一段呢 就是《大气壮》 是个悲剧 欲剧也很擅长演悲剧 那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我唱学悲剧的一些干活 好 那么这一段 我们等一下有词句 可以给大家欣赏 音乐就可以开始放 谢谢 掌声要先来 大声掌声要先来 大声掌声要再满间 坐牢球 听说伤痛啊 无声发唱 要站住 还背着你等着小盖的名字 夏天路 不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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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謝謝 是不是馬上可以感覺出來 高音跟低音的區別 尤其是悲劇完全這樣本上 給它吼出來 因為人一到言苦劇 我覺得我剛剛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玉劇 它跟歌仔戲其實蠻相近的 就是表現得比較生活 那演悲劇 老師對我們的要求 就是真的要掉出眼淚來 如果你在台上沒有掉出淚來 演完戲 不等觀眾走 一下去只要觀眾看不到 老師就隨手拿著什麼 看著刀就是拿刀打 看著槍就拿槍打 一棍子就打上去 我叫你台上哭不出來 現在把你眼淚給你打出來 就是嚴重到這種程度 以前我一聽說要演苦戲 我從早上我就不敢笑 真的這樣 而且同學要跟我說笑話什麼 遇到晚上我哭不出來 因為也是時間的關係 等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這個苦難的事情 好剛剛有人叫安可對不對 謝謝 那我剛剛唱的是悲劇 其實我不喜歡演苦戲 我的個性是樂天拍 從小就愛笑 我為笑也愛過打的 為哭也愛打 為笑也愛過打 而且是在台上的嘛 台上就憋不住啊 就笑出來了 你看這個演戲喔 真哭真笑 都唱不出來 因為一笑那根筋一上來 你忍不住 真的喔 那時候憋得青筋都抱出來了 因為知道不能笑 那我現在就為大家再唱一段 我們是一杯一起呢 這個劉姥姥我想這個是甘草性的人物 大家跟他也很熟吧 好多都認識他 他是一個很樂天拍人 那麼我現在唱這一段呢 就是劉姥姥要進府 去看他的女兒唱這一段 好 那我就光做得很難過耶 我站起來 我跟大家表演一下 好 學著小男孩 學著小男孩 學著小女孩 喝杯 打好 學著大女孩 和她打好 哈哈哈哈 你出事有掌声啊 哎呦 我们好小伙伴啊 你看眼睛啊 小猫呢 看他也没有 哎呀 他们能够喂吗呀 他们能够喂吗呀 本老老婆 练过七十八四五老 哎呦 我们还唱就不跳 说话好象的脸猪猫 画上的鱼它就广乎了 笑头唱开你烦恼 头顶着田 折彩着地 装着货而不此道 看眼睛啊 闺女是这样子 天神的小鸟鸟 连记着闺女 我经常悄悄悄 我得为екс中国 尝尝他意味着 龙且导弹阳地 fique笑 山地鑽章 不要不要不要 ilar kangaro 宝尹集五公里 又又又又又又又 又又又又又又又 又又又又又又 哈哈哈哈 小的我的脸的脸 我想拿个舞妖 我好想拿舞妖 脸的蚝蚝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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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精彩了 很好聽啊 謝謝 是的 我發現我們今天現場的應該以後都會變成玉具鐵粉 希望 好 那接下來剛才也來介紹完的王老師 還有我們台灣玉具團 這個今天的主題就是玉具的台花叫 那是不是我們現在就先來看這段表演 等一下我們再來好好的跟現場的觀眾朋友來互動來解說 對 剛剛講的香郎記 那其實台花叫這個 這齣戲啦 香郎記這齣戲 對我來說也是剛剛講的第一齣戲 第一齣有角色的 另外呢就是 這齣戲呢我們也帶來這些輝煌的戰果 那麼我在1991年 得到亞洲最傑出藝人獎 把這齣戲呢帶到了美國 林肯藝術中心表演 謝謝 謝謝 那另外還有就是前首相 那齣戲爾夫人 她來訪問我們台灣的時候呢 我們也帶了台花叫這一輝 到了台北國家劇院給她演出給她看 另外就是75年的時候 北藝大的教授汪奇梅 汪老師 她那時候在做台北的藝術季 那時候剛剛才開始做 所以非常慎重的 能夠參加藝術季的表演是非常不得了的 那麼汪老師她其實之前 之前 前幾年她就一直在看我的戲 她也是我的粉絲 她經常跟我講 她那時候在文藝中心 偷偷地跑到後台去看 把我當作很厲害的角色 綠神 然後她就特別為我們製作這齣戲 然後把這齣戲帶到了台北的藝術季 以前我們都是像老君 做一般的河南同鄉會的表演 但是那一次我們是在台北的社教館 就是現在的城市舞台 那麼她給我們做了很大的宣傳 而且帶給這些專家學者 像蔣勳 蔣大師那時候也在看我們的戲 還有就是林懷銘 老師她看了 她就覺得她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尤其是對《台花教》這一則 它是非常特別的一個表演 那麼她就說在一個有限的舞台的空間裡 走上無止境的一個旅程 沒有教父就這五個人來表現 四個教父一個做教的新娘子 其實你說做教很辛苦的 不像我們一般做教很舒服 在舞台上做教是非常非常累 那個要跟著這個上下的顛波 你還要膝蓋 腿肚子要用很大的勁 你看 你要是做了教 我們現在有長裙 其實戲裡面有長裙 我們就是要這樣 顫顫悠悠的 我今天穿高跟鞋好像有點 不太好表演 就是要這樣 輕輕地這樣上下的唱 你要是不行 不是這麼做 這樣就沒有感覺 因為教是在凌空的嘛 所以是非常辛苦 還一邊唱 還要打的節奏 還有上波 下波 這些高難度的表演 是非常非常精彩 待會兒呢 我的學生蕭陽林 她就是演這個新娘子 周桂蘭 我們前 還不到一個禮拜 還不到一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對 上個禮拜六 才做的這個王海玲 我的傳承 她是我的大弟子 那麼在文化中心 我可能再做了 沒有去看對不對 沒關係 今天可以看到 而且以後呢 希望我們有演出的時候 也希望大家 能來做我們的鐵粉 來觀賞我們支持 那接下來 就再一次 跟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討一個掌聲 來歡迎由蕭陽林 所帶來的台花笑 謝謝你 華笑啟動 啊 郭姐 天不早咱们该走啦 走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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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p鍵 走啦 走開心 ragen 走 走 咱们慢多点走啊 慢多点啊 慢多点啊 快点 on 慢多点 快点 慢多点 快点 这世音电显 zy 他 Measure 来 枸 栗 一、二、一、二、一 柯姐啊 下来啦 好 柯姐啊 上活了 好 柯姐啊 柯姐啊 加快啦 好 柯姐啊 柯姐啊 好 柯姐啊 哎 柯姐啊 爽 爽 慢走 去 好 好 柯姐 哎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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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霍姬 今天的行量可不好看啊 啥不好看啊 霍姬 谁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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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听 老门 别倒不掉 先跳啊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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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3 4 4 7 7 7 40 11 哎呀 别闹了 大姑娘小气啦 倒带修复 大姑娘 又杀 哎呀 又杀是吧 呀 一 又 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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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米雷 皮封 伯吉 照会事 看啦 一 狗行逼咧 謝謝臺灣劇團小天賀蕭瑤琳 還有我們的彭文洋生 彭衛銘 林羅瑋 畢正好 還有林宏林玉茂 謝謝他們帶來精采的演出 好的 那接下來這個時間呢 就是要讓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親身體驗 來當這個新駕鳥 還有當教夫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場要來爭取有沒有 五位觀眾朋友 我們有一對一現場的教學 那其實這樣子的機會 在外面是非常非常難得 有沒有朋友呢 想要來上台來這個 來練習看看怎麼坐教 還有試試看怎麼抬教有沒有 來五位朋友 大家都好含蓄喔 來來來來來 這個機會真的是非常難得 因為其實呢 像這個玉劇這麼經典的一個身段動作 平常呢我們的小天后 還有我們的四位老師是不常 不常在外面露出一手的 所以有沒有朋友 來來來一起 我們有小禮物喔 一對一教學還有小禮物喔 來來來來 來 要不然就這個一 你要來來來來來來 兩位 我們還差 來來 請上台請上台 好 那就 我們三個人 三個人 三個人 三個人台 還差一個教夫 你看看體格比較好 不然你來當教夫好了 來啦來啦來啦 好 好 好我們有四位教夫了 我們還要再選一個 那個 四個教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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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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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來來來 壯丁來 那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來可以來 偷學一下 回家自己台喔 四個都一樣 來站一排 來 我先示範一次你將要呈現的動作 沒有聲音的 我建議我們概念 我先把腳背起來 叫我先背起來 好我們基本上 大拇指 頂著自己的這裡 大拇指頂著自己的胸口 第一他不會手痠 第二他不會亂跑 第一不會手痠 第二不會亂跑 所以要頂好 對 手肘才可以很靈活 顛簸的感覺 對 好那我們首先 先原地踏步 左 右 手跟著 一步 晃一下 對 好 好停 那我們等一下的動作就是 一直踩 難道我們的 無常老師 會打一個 譬如說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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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做一次連貫動作喔 在列習詞 我們從踏步開始 左 右 lag 鱗鱦 捶出唱 捶出 唱 懂吧一 bro 鐵鋁 鐵一排 鐵一ty ナ 跳兩下 跳三下 Worried 啊呀 跌倒了 愛吃得 哎呀 要爭疊啊 如果沒有爭疊 等一下文海玲老師 馬鞭拿在後面了 好嗎 來 我們同學要不要自己來一次 同學自己來一次 來看著我們老師可以在旁邊 來示範一下 好 那我們就幫你們打 我們先口頭一個弱舞給你們 唱就是左腳 錘就是右腳 還是跟著節奏走 好 來走 預備 唱一下 唱起底 唱 這樣 唱 重複在這唱 梨梨起底 唱梨梨起底 跳梨梨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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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梨起底 漂亮啊 有天分 接下來要這個 接下來要搭配鑼鼓囉 你要坐上轎子了 你要坐上轎子了 對 我現在跟他們一起 求求各位教父幫我好好抬 別讓我太顛簸 好 好 好 來 唱 飛 唱 飛 唱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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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厲害喔 那是不是我們的四位學員 可以跟那個 教夫跟老師來合照一下 這是福利喔 這是福利喔 來看一下正前方 耶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再上 現在好 好 台灣一團 台灣一團 戰 耶 好 那我們的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不然我們要不要再來訓練一下 第二批的教夫 好 再來 不然我們這一次難度再加高一點 我們連那個新娘子也訓練一個好不好 好 來來來 機會難得 機會難得 來 這位先生 來體驗一下當教夫的感覺如何 好 好不好 很難得的機會 來來來 來來來 請出列 請回出列 好 來 現在目前兩位 兩位 三位 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 請請請出列 來來來 好 1 2 3 來 我們滿囉 滿囉 好 那 那先生 來 先生請出列 好 好 新娘子 然後來我們的四位教夫 我們剛才的那個 我們剛才抬教的四位教夫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我們有小禮物 有喔 好 謝謝 謝謝 好 來 四個教夫 剛剛我們都有看稍微有點概念 要大拇指頂住 不要太近 就大概這樣 我們走路的時候左右跟走跟著 不是畫圓喔 上下 顛簿嘛 來 好 預備 大大大 唱 唱 唱 七 各種知識 好 來喔 我們先跟 直接跟吳昌老師讓你們 順一次 來 預備 走 跳 跳 跳 摔頭 可以了 好了 那我們就讓你們自己 要正式來一次 我們不要害羞 該跳起來就跳起來 該摔得醜一點就要摔得醜一點 剛才我們在表演當中 有聽到我們配樂當中 有一個學校的部分 那是展現我們的主角 他一個非常俏皮可愛的性格 那我們今天的新家娘等一下要記得 要笑喔 我們有配樂的喔 好 來 掌聲鼓勵 歡迎台花角 走 好 好 跳 跳 跳 摔倒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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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唱嗎 要要要 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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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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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突然現在大家變好認真拍照 好 好 台灣遊戲團 讚 耶 謝謝 謝謝我們的教父還有我們的新娘子 好 那可以請我們的四位教父可以先繼續學習 那我們請楊玲先收音一下 再次掌聲歡迎他們 謝謝他們 好的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一點點時間 不然我就趁現在王海玲老師還在說 幫大家討個福利這樣子 是不是可以教教我們現場的朋友 幾招手演身法的傳統戲曲的一些語言呢 好就是執法或是什麼對不對 對對對對 將來回家可以練習 這樣以後呢我們去看傳統 剛剛王老師教過種了沒有 還沒 還沒有 等你教 是不是 好 像我們這個河南話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土話 像就是說我們說這件事情好不好 讚不讚 那河南話他不會用讚不讚或好不好 他會用種 種不種 今天的講座種不種啊 種啊 對啦 這就是河南話種 那如果我們通常都會講說 那如果很棒很棒呢 那叫整種 整種 對 所以你要去看台灣玉劇團的戲的時候 看到精彩的部分就要怎樣 種啊 對 對 就是這樣 對 但是就不要聽到不種 肯定是種的 對肯定是種的 好的 那你在看玉劇的時候 你喊出這句話 大概就會知道 喔 好 那這個傳統戲曲有很多這個手演生法的語言 是不是也教我們大家幾個 最簡單的 其實他的這個 他的表演呢 他是一個城市化的表演 那他是把很多動作呢 讓組合 你在日常生活中呢 你的動作就可以用得到 那我就教大家很簡單的 你我他 好 你我他 所以大家現在 手邊的東西都先放下來 手機相機也都先放下來 那我們先這個 先教男生 男生呢 通常在舞台上面 他會使用劍指 喔 就是兩隻手指頭 對 大家要併起來 對要併起來 好 劍指 這是男生的喔 然後就是 你 你 對 大概在自己的這個 十點鐘方向 對 那通常呢 傳統戲曲的身段 他講究是要個圓 要方圓 所以呢 動作你如果這樣 指出去就沒有那麼美感 好 你看看 要從這裡這樣 畫一個圓出去 你 我的時候呢 要翻掌 我 然後他的時候呢 就兩隻 箭指 他 對 然後你在舞台上面呢 看到那個小聲呢 五聲大部分都是丁字步 那小聲呢 他就會把這個腳這樣抬起來 這樣 你 我 他 看起來 就很瀟灑的樣子 不然就這樣就很呆了 對不對 好 這是男生的部分 女生呢 就要捏起你的蘭花指 來把這個 中指跟大拇指 捏起來 好 好 來記得 然後一樣喔 要畫圓喔 你 然後呢 我們的右手呢 要稍微這個手 擺在這 因為呢 他有衣服嘛 那有時候你穿的 剛剛我穿的那個有水袖 他就稍微這樣點著 然後這樣看起來好看 你 然後翻掌 他 記得要在胸前 我們去校園的時候 小朋友他們做得很好玩 他們都 我 就不好看 要這樣 我 好 再畫一圈 他 他 通常呢 戲曲之美呢 美在就是他的身段 對不對 還有眼神 你剛剛做的這些指法呢 做完了以後 要把眼神 要戴上去 這手指到哪裡 眼睛就跟在哪裡 他那就有神器了 好 我們再一次好不好 從男生的這個箭指開始 好 來 你 我 畫圈 眼睛要跟著手 他 好 女生的 來 你 我 轉一圈 他 掌聲鼓勵 謝謝 那剛才有說到傳統戲曲當中 很多程式語言 眼神很重要 那平常像我們的傳統戲曲演員 在眼神他們都是怎麼訓練的呢 通常我們都會就是 老師在講說剛剛講 平常身段做出來的時候 就是眼睛要跟著手 那通常還會再多 如果你想要在舞台上面 要更靈活的話 可能我們就要自己 就是要在 私底下呢 在鏡子前面 或是你如果剛開始 你不習慣的時候 先用手 然後讓你的眼睛跟著你的手 好 然後這樣 練習這樣快 對 他這樣眼睛才會靈活 所以你是手指頭先比出來 對 然後 左邊 左邊 看著走 右邊 右邊 看著走 對 然後再加快 一直加快他的速度 唉唷 像洋娃娃一樣 好 那再一次掌聲鼓勵 謝謝 對台灣玉劇團的小朋友 小洋玲老師 好 那接下來呢 我相信我們現場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應該有很多對於 傳統戲曲 或者是對於玉劇的一些疑問 想要來 問問我們這些呢 這個當紅的演員 那現在是不是也包括 王海玲老師 邀請出來 還有我們 台灣玉劇團的藝術總監 林欣騰老師 對 一起來 來登台 來接受我們大家的提問 那在這裡呢 我也提醒大家 心裡面有問題的朋友 你要趕快舉手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呢 不管你是對台灣玉劇團 對於我們玉劇團本身 或是對於我們表演者 或者是呢 你對於這個 玉劇的一些疑問 都可以在今天 我們邀請到王海玲老師 還有我們的玉劇團的小天后 夏亞玲老師 以及我們的藝術總監 林欣慧老師 會來幫大家好好的來解答 好 那接下來有沒有朋友 要開始提問 那就要舉手搶答囉 好嘞 這位先生 徐曉老師 就是那個玉劇跟金劇 看那個年譜 有沒有什麼不同 年譜 其實也都大同小異 這就是鞠連 單腳的鞠連 要是深腳的話 在上面就會多一個月眼 還有就是沖天的 一個是圓的 一個是直的 那其他的聯譜什麼的 其實都小不多 只有唱念不一樣 好 這樣子還滿意吧 好 妹妹 為什麼玉劇團很少來台中演出 這個要問阿龍市長 為什麼不要我們來 我們也很想來 其實在很早 我們就是每年過年的時候 春節 那個同鄉會 河南同鄉會會邀請我們來 去台中中心堂 或者好像有文化中心堂 中山堂 中山堂都有演過 就是過年的時候 但它那個不是賣票性質 它就等於一個社團一樣 所以後來也就慢慢就沒了 我們也很希望來 多來台中表演 跟大家一起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 這個文化市府 或是文化局的網站 跟他們留言說 我們想要台灣玉劇團來 那說不定他們就會注意到我們了 好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 當時還好是那個 張老師有招收了你們這一批的團員 才讓玉劇能夠生存下來 第一個問題 現在還有招收新團員嗎 第二個問題 那個新團員在唱這些唱詞的時候 他有譜嗎 謝謝 謝謝 那現在是真正玉劇的學生 我們就在戲曲學院 戲曲學院是它專門有金劇科 有歌仔戲科 綜藝科 客家戲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是有金 韓玉劇科 後來呢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把那個韓玉 這個字就被拿掉了 所以現在來說我們是沒有學生的 這也是我們一直很憂心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運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其他的科系的 像金劇科的啊 歌仔戲科的啊 他們畢業以後就把他們找來 這樣其實基本功都是相通的 就是把語言跟唱腔啊 這樣子改一下 那像楊玲呢 她是我們手把手 她從小的時候 就是玉劇科 那時候我們自己訓練 後來就歸到台北去 那因為詩姿我們只有在高雄 所以我們叫黃板也不方便 剛剛第二個什麼問題 唱的你要哭嗎 唱 現在我們都有了 在以前在我們老師那個年代 隨便唱 也沒有詞 這個唱詞才有打換燈 字幕 念白你隨便念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也見自由 然後也沒有譜的 那個時候老師傅 老的琴師都跟著我們的老師 都幾十年了 他唱得上去還是要下去唱什麼 而且呢 看了今天觀眾很多 對不對 大家反應非常的熱烈 本來該拖兩拍的 拖了三拍 四拍 那那個老師傅他就看到演員 今天嗓子好 精神好 好 乾的你多拉兩下 今天反應都很冷淡 算了 反應穿三拍的 兩拍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看戲的時候要鼓掌 很重要 但是時代一變革了 老師傅都退休了 就找那些年輕的 年輕人他就不懂你的戲啊 他完全都要靠前步 那也出生發生的問題就是 像老師那樣隨心所欲的狀況 就不復再見 你像我今天我嗓子好 大家反應好 我多拖兩拍是吧 他已經走了 他繼續拉下去了 他拉別的了 你錯了不錯我錯了 反正也不能多數也不能少 不會像以前那麼自由 而且呢我剛講字幕吧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擔心你看不懂 我們常說一句話 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看 現在所有在台上的唱 念 全部都有字幕 甚至於有的有特殊的動作 怕觀眾看不懂還寫上 這現在是什麼意思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大家千萬千萬 以後有機會來台中演出 歡迎大家一定要走進劇場 支持傳媒社團 謝謝 謝謝 其實啊 其實啊 我還要說一句 現在台灣高鐵這麼方便 這麼發達 就沒有什麼距離感 我們在高雄演出 如果您覺得很欣賞 很喜歡這齣戲 坐高鐵就去了 一日遊 當天晚上看完戲再趕回來都行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戲 台北的觀眾都坐車坐高鐵下去 看我們的表演 我想大家跟我們是相見恨晚的 如果你們認識我們 早點認識我們 你們也會去看我們的表演 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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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沒有哪一位 請說 老師您好 就是現在就是各個劇種 它都有新編戲這樣的一種形式 然後我是比較好奇是 預計它的新編戲相對於其他這種的新編戲 有什麼它自己的特色在 謝謝 好 謝謝妳 這個問題也很好 其實這個戲劇界 這個競爭力非常的強 就是大家都是走向一個新編 甚至有跨劇種 跨文化 我們這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剛剛屏輩也沒問 所以我就把它拉回去 其實還會跟大家報告一些 就是我們各個形態的一些表演 就是我們在台灣 這已經63年了 你光演傳統的 光演那些我剛講 這個相仇式的 只有河南人在聽得懂的戲 其他人還沒武感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多不同類型的 第一個我們就新編的 像經典的古典文學 剛剛劉姥姥就是改編《紅樓夢》的 還有跨文化的 我們改編莎士比亞劇 我們已經演了三部曲 第一部我們是改編了這個 威尼斯商人 那就是我的大弟子 他演主角 我來配他 我把他陪成演夏洛 演夏洛這個角色 然後二部曲是改編 一抱還一抱 我都是以生角來陪他 第三部曲呢 就回歸到蛋獎 李爾王 但是呢 李爾是男的嗎 我們把它改編成女的 女李爾 其實我們今年是三月四月 我們在嘉義 民雄的表演藝術廳 我們也演了這一場 我們是去年在台北 我們看看我們有機會 能夠到歌劇院 來這邊演出 到時候也歡迎大家來看 除了畫文化 我們還有實驗劇 為了培養他們年輕的 他們演過《十七十七》 劉青蹄的《地獄》 我們就跟現代劇場的 實驗劇的導演來合作 就是在這個實驗劇場 《小黑盒子》這個舞台演出 我們是四面觀眾 就是這種類型新的城市 還有這個鄉土的 就是改編我們台灣本土嘉義的故事 梅山所發生的真實的故事 有美人間 有梅山春 我們甚至於跟電影 跟電影做結合 還有就是做兒童劇 我們有一齣非常好看的 叫《錢要搬家了》 這個戲 就是把錢幣 《倪人畫》 有新台幣 有美金 有古銅牌 還有信用卡 金元寶 各式各樣的這個錢幣 把它《倪人畫》來表演 而且告訴小朋友 愚教愚樂 就是讓他們知道 怎麼樣來花錢 不要隨便亂花錢 就是你這個捨不得花 一毛不拔也不好 你太揮霍了也不好 就在這個戲裡面 而且另外就是說 這個兒童劇的話 這小朋友他不能自己來看 他總得有家長 有阿姨或是爸爸媽媽 一張票就可以多出兩張 或三張 就是這樣子 來鼓勵更多年輕的朋友來看戲 大概就是這些吧 是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的總監也可以來補充一下 就是像我們今年四月 也有一出就是我覺得議題 然後還有這個創新性也都非常好 像蘭若絲還有我們 其實我們每一年我們不同推出的 這個年度大戲 我們都會有其實跨域 或者是跨界的一個合作這樣 是 那這個部分 我可能可以幫老師再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劇種之間的界線 因為剛剛這位觀眾朋友 問的主要的問題是說 跟其他劇種的新編系 有什麼差異 其實劇種之間的差異 其實最判別它的標準 就是舞台語言跟舞台聲腔 就是我們使用的是很難畫 然後我們使用的是 源自河南地方的聲音 那個曲調這樣子 那當舞台語言跟聲腔不同的時候 它的劇種 我們就說那是另外一個劇種 那不同劇種 會有不同劇種的風格 像剛剛老師曾經示範的歌仔戲 然後京劇 以及玉劇的唱腔表演 大家一聽那個聲音就知道 哪怕你沒有辦法去辨別說 那個是哪一個劇種 可是你聽得出來 那是三種不同風格的聲音 不同風格的那種 Fu就是不一樣的東西這樣 那我們在做新編戲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文學性的作品 或者鄉土性的作品 或者是跨界的合作 或者是兒童劇 坦白說很多 就是我們常常都是第一個做 可是第一個做之後 我們剛剛講的劇種 會彼此互相觀摩 然後玉劇團因為一直在作音 那各位可以觀察到 就是說比方說我們的媒體報導 或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政策 事實上發生在台北以外的事件 是比較不容易被關注到的 所以有時候明明劇團是第一個做這件事情的 可是常常被發揚廣大 比方說高雄會講說我們的U-bike是第一個 可是大家知道U-bike 一聽到都說 台北的U-bike 就是很常見 那這也是現在社會一個 就是不得已的 就是很正常的一個現象這樣 那我們的新編戲 跟其他劇種的新編戲 有什麼比較明顯的差異呢 一個是大家都會去嘗試 各個不同方向的東西 二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的劇種特質 就像跟歌子戲有差距 然後跟金坤也不一樣 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留意台灣的戲劇界的發展的話 其實二 比方說指標性的 國光劇團 它這幾年會走女性的路線 會走文學性的路線 那女性的路線 其實不管是哪一個劇種 其實我覺得是這幾年 或者說這十幾年來 大多數都會這樣走錯 一個原因是因為從業人員 不管是幕前或者是幕後 台前或他的從業人員 女性越來越多 當女性以自己的生理女性的身份 加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們在作戲或是在製作 或是整個思考的角度 一定都會受到性別的影響 所以女性這個意識會比較多一點 多一點這種色彩 然後比女生為主角的那樣子的作品 也會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表示說 像金劇它會走比較文學性的路線 可是像玉劇像這樣子 是比較大明大放 然後大開大合的 然後我們的表演特色是爽朗奔放 那這樣子的特色 如果配上一個過度 就是非常內斂 非常凝煉的這樣子 非常往內看的這樣子的一個文本的話 可能在表演上 就沒有那麼容易發揮 所以其實各個劇種 各位仔細觀察 不管是金或者坤或者是歌仔或者是玉劇 其實每個劇種都會盡可能的 去配合自己的劇種特色 去發展它當代的新的作品 所以比方說剛剛品貝提到的就是 今年年初上半年的時候 我們在高雄的春天藝術節 推出的一個中型的製作 蘭若絲 蘭若絲講的是倩女幽魂的故事 對 那我們就做了一些比較奇特的改變 這個部分我就不想做劇透 因為我們還有可能會來演 那各位可以上網去查這樣 因為有一點點線索透出來 因為那裡面的寧彩城就夾雜 就是它會有一個三角關係 而且寧彩城是由蕭陽林老師誓演 就是大家都會以為它要演練小籤 然後當初要做這個戲的時候 楊玲自己也以為自己要演練小籤 自己在家已經開始都想好 我要用什麼樣的小籤的聲斷了 不信拿到劇本說 蝦偉總經叫我ENDING才是反串 這怎麼回事呢 對 那這樣子的做法 或是這樣的新的嘗試就是 可能就是 比較當代的角度去做 因為那個戲的編劇是老師的二女兒 是一個非常古靈精怪的建國小姐這樣 對那他們的想法 就是年輕人的想法 也會跟我們自己又不太相同 那我們會這樣子去做各種不同的改變 那像這樣子活潑 或者是像這樣有點怪的這種東西 可能其他的劇種做起來也許沒有 就比方說你讓很文靜很內斂的這個昆曲 來做一些很古靈精怪的東西 可能就不符合它的特質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可以做的 那比方說我們剛剛才演完就是上個禮拜才演完香囊記 然後香囊記的前一天才演完了一個新編 今年的年度大戲《飛馬行》 那他演的是少數民族邊疆草原上面的故事 那種草原兒女也是這種就是情懷奔放的這樣的故事 也就比較適合像我們這樣的劇種來做詮釋 所以這個可能是玉俊的新編戲跟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要補充一點就是剛剛有觀眾問到說 為什麼玉俊團很少來台中演 其實各位要知道在台灣的表演藝術市場 常常劇團是非常入室 就是我們要去哪裡都不是決定在我們自己 都決定在觀眾的手上 所以他問你們為什麼我們這麼少來 他們是因為你們不夠力 就是比方說也許是文化局的邀請 或者是說歌劇院 就是每一個藝術季也好 或者是一個縣市他們的文化的那個系統 他們會去決定要去邀請哪一個單位 或者是邀請什麼樣的團體 那他們怎麼決定去邀請誰呢 就當然去看當地的觀眾們 如果觀眾們他們一向以來的反應 不管是透過票房 或者是透過市長的信箱 文化局的留言的信箱 他們反應出來的東西是喜歡玉劇的 那他就會去考慮說 那下次我們在做規劃的時候 可以邀請這樣子的團隊 因為對於劇團來講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是被動的帶邀請 那沒有那個邀請 其實以目前台灣的劇場 十五屆的那個狀況來講 很難自己去說 我們想去歌劇院就去歌劇院 那是不可憐的事情 那這裡補充一下好了 剛剛老師說到那個錢要搬家那個兒童劇 我們十一月十九號在衛舞營有免費的戶外 十一月十九號衛舞營免費的朋友 各位只要負擔高鐵票就可以了 對對對 要不然他剛好在那個交流道旁邊 做童年也會到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剛好如果十九號去 拿個廣告 除了看 Yeah 對了 那我女兒的戲 騎巧劇團 新編的大戲 還馬天狗 那是我的小女兒編導 我的大女兒主演 這個十八十九號 大東在這個鳳山的大東 坐捷運 坐捷運會到大東 大東有一站 你可以看下午場 然後晚上再坐捷運到衛舞營站 看那個錢要搬家 不是錢要搬家是下午場 我們是那個阿馬丁狗是晚場 下午晚場 反過來 對十九號 十八十九兩天三場 十八號是晚上 十九號是下午場 跟晚上場 那麼你如果說十九號去呢 就是下午五點來看文獄劇團 的那個錢要搬家免費的 然後看完了以後 六點我們就演完了 然後可以吃個飯 走一走 然後七點半就去大東看鞍馬天狗 就兩個半小時 看完了還可以坐最後一班車 趕快談著 行存證跟大家推介 女兒會忘記 女兒的戲都不會忘記 女兒的戲都不會忘記 謝謝 好 那我們時間會 現在不然最後一個問題了 沒有現場還有沒有朋友想提問 來先生請 我想問說 其實像台灣跟大陸 目前分治多年 那我們這邊的戲曲 是不是跟河南那邊 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 或者是說 他的一些戲曲 有一些新編 或我們這邊新編的 做一些去那邊演出 或相關的一些方式 謝謝 有 其實在1990年代中期兩岸 剛剛開始有藝衛團隊交流的時候 河南跟台灣藝術團 就是當主隊 這裡叫台灣藝術團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 就已經開始有交流 不管是人員 先是個別的 然後後來是團體的 那以藝術團這幾年來說的話 其實也都會盡量的到河南去演出 其實那時候我還沒有進團 其實我進團才兩年多 就是很資淺這樣子 那老師他們有告訴我說 他們一開始去河南的時候 其實觀眾其實非常訝異 就說什麼 台灣藝術團怎麼可能 然後 可是一聽到老師開口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說 那個聲音真的是以前 那個大師的那個年代的聲音 因為中國大陸那邊 在50年代前後開始做戲劇改革 然後包含演唱的方式 發聲的方式都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在對岸現在的 現役的這些演員 大多數的演唱的方式 跟他們早年就是 明初到中日戰爭前後那個時候的 那個聲音的方式已經不太相同了 可是老師的聲音其實是直接 承襲著那個時代的那樣子的聲音 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所以當時他們那邊的老觀眾 聽到這邊的台灣玉劇的聲音的時候 反而覺得這才是玉劇 那這幾年好像過去演出的時候 也會帶我們的新編系過去 因為事實上說 因為只要是分 應該是說文化藝術作品 不管是戲劇、戲曲、音樂、美術 其實都一樣 它一定會反映那個時空的文化背景 所以如果是隔絕的發展的話 各自形成不同的文化環境 那麼它所結出來的果實 就一定會產生一些些差異 那各位如果去過河南 或者是比方說去過對岸的話 可能會感受得到就是說 兩岸的語言之類似的 然後氣候有點差很多 那風土民情啊什麼的 就是待得越久 其實會越感覺到那個同與不同之間 那所以呢 在台灣這邊的玉劇 其實那並不是刻意要把它弄得一樣 或者弄得不一樣 那就是自然而然會形成 兩種不太相同的風格 就包含說現在 對岸也常常還是會有老師過來演出 比方說我們在座 其實就有一位陳安福老師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 就有位老師幫我們揮個手這樣子 這位是我們從河南特別請來 然後來傳習 就是我們會有短期的這樣的傳習計畫 不管是我們把小朋友送到對岸去 或者是特別請河南的老師來團裡面 教我們後進的演員這樣 這個人才的交流是有的 那剛剛還有一位同學 有一位老師 有一位朋友問到 就說那個 就是有沒有新進的團員 其實老師剛剛有提到 就是已經多年沒有 那其實在我們的正規教育體制上 已經十二年 十二年不再有玉劇科的入學的學生 入學都沒有 我根本不用講畢業 因為在學制上 就已經把那個部分就卡掉了 所以這個是玉劇團面臨到非常危險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的新進團員 他可能是學不同的劇種出身 那這個反過來講 它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講多元文化 其實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來自不同的背景 然後匯聚到這樣的一個團隊裡面 那這個這樣子 當我們經過交流之後 它會形成屬於這個團隊的特色 這個團隊它有玉的風格 有河南的風格 可是也參雜了台灣本地的風格 那這樣結合出來的東西 就是屬於我們自己的玉劇的東西 是的 好 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的觀眾朋友 那也再一次掌聲給王亥寧老師 還有我們的社會總監 以及少云老師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 時間過得很快 對就到這邊 那我們現場可以開放幾組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王老師 還有小老師跟總監 我們今天一起來合照 那如果說想要合照的朋友 可以趁現在這個時候 那在這裡也歡迎大家可以來上網搜尋 我們台灣玉劇團臉書粉絲團 可以給我們按個讚 那上面都會有我們最新的一些演出的訊息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到奇巧劇團來按個讚 好 那想要跟王老師跟 我想提醒一下 那個要在臉書上搜尋台灣玉劇團 你說這是我自己親身血淚經驗 我曾經怎麼找都找不到 然後找到的都是一個好像虛假的東西 各位要記得台灣玉的坦要打 就是很難寫的那個坦 繁的那個坦 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那個坦 你要用很難寫的那個坦 這樣就會找到我們 對 歡迎大家常來找我們玩 謝謝 好 那有朋友想要跟王老師 還有總監跟蕭老師 好 好 所以還是要拍大合照嗎 可以嗎 那如果要拍大合照的話 就請想要合照的朋友來到我們的中間舞台 好 好嘞 那我們請想要合照的朋友 就一起到舞台中間好不好 好 好嘞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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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一起來 打合照 來 亞莉 亞莉來看中間 中間鏡頭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